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两市总成交额的最新数据是4984亿元 对比昨日增上1120亿元 两融预额截至上一个交易日9976亿元 缩减2亿元 截至收盘股份涨跌数目上涨2500加 下跌651加 来看一下今年户深港通的情况 今年户港通北向融资预额122.81亿元 深港通北向融资预额125.80亿元 今天户港通禁流入7.19亿元 深港通禁流入4.20亿元 从盘面上来看 在今天的中信一级板块上 领涨的是煤炭 房地产和钢铁 其中煤炭涨幅超过3% 房地产和钢铁涨幅超过2% 领跌的是计算机板块 跌幅是0.06% 涨幅较小的 还有银行和电力功用涨0.3% 来看一下上一个交易日的十大活跃个股 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国平安 总成交5.38亿 净流出1.51亿 排名第二位的是贵州茅台 总成交5.08亿 净买入1.54亿 接下来还有格力电器 美地集团 海康威视 排名后五位的是五粮业 万科A 伊利股份 宝钢股份和招商银行 那么今天我们还请到了要塞证券的 A股分析师黄奖 黄奖 你好 黄奖好 大家好 那么先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大盘的情况了 那么正如今天上午的时候 Mark所预测 下午的时候 这个V字形的走势是越加明显 户指的升幅是扩大 那么但是创业板指却没有能够守住 这个1800点这样的位置了 量能方面是对比昨日有一个显著的放大 那么对后市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这个整一个户指或说整一个A股的走势 是否已经是结束了之前的一个颓势呢 那么最近这个大家说的比较多了可能就是两会 那么开会时间呢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拿一下那个17年的两会 时间的一个指数来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大家对后面的一个判断会更清楚一点 那么像这个图里面呢有一个K线 那么拉取的是这个17年这个3月份的一个时间 那么那当时的一个两会开始的时间呢 是3月3号 那么到这个3月15号 那就是这个地方 到这个最后的一个跳高 跳空高开的一根这个扬柱体 那么最后的一段时间呢 开启了一个这个不断波幅 不断放大那么一上一下的一个走法 但是呢到最后啊这个4月初的时候呢 最终还是啊这个指数没办法 弹不下去呢直接跌 跌到这个我们说3000点左右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3000点左右呢 再进一步的一个筑底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是今天的一个护纸分时图 那么可以看到呢中后半段 很多好像这个红柱 这个红柱买进的一个这个柱体啊 非常的密集 好那么这部分呢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啊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周期股啊 包括这个银行股啊 一些权重股呢啊 观测到有这个资金概开始这个流注 好那么这呢啊 我觉得呢可能是近期的一个风向 正在慢慢的一个转变 那么看到了啊 最近的一些热门的概念股啊 也是很多只打开了这个涨停的一个表现 那么看回这个上阵指数的一个 这个我们说日线的一个情况 好那么从现在的一个走势 对比刚才说的16年的一个走势 现在也是跟当时差不多啊 走一个横向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但是今年又小小不一样啊 就今年这个开会的时间比较长啊 是这个延长到这个15天 那么有可能呢在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这个外围没有出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仍然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走势 那么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按照这个股指的一个正常生态的一个走法来看的话 我觉得向右探一个底呢是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了 好的那么但是呢今天也是关注到消息们有一个新闻啊 说当前股市的杠杆资金规模叫最高点下降一个60% 这个新闻对于A股如何解读呢 是否一个利好的消息呢 好那么这个从早前我就一直强调 包括这个厂外的一些分析员 他说这个其实A股啊 或者说港股基本面是没问题的 包括这个美股啊 他的一个基本面 增速都是一个正常的 那么问题啊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 就是美股啊 这九年的一个牛市走得有点夸张 好那么有一些这个资金啊 可能要避到这个在市上 那么从而影响 从而这个我们说波及到这个港股 或者说内地 那么如果说这些消息啊 如果说逐渐退去 或者说影响在逐渐这个变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原有的预期就是摆在那里 那么指数早晚上去也是正常 那么其实现在刚才这个米修说的 这个杠杆率股市的问题 那么15年的股灾就是因为这个杠杆率大 那么现在这个杠杆率相对来说 已经是很小了 占了这个多过一半的一个杠杆率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想说这个股市啊 股指啊 特别是股指 其实不存在这个大幅在下跌的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空间 或者说这个空间非常有限 因为它那个钱啊 就是本来是一个权量基金 就踏踏实实放在那里 而不是因为说这个从一些外面举债进来的 那么这一些相对来说泡沫比较大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泡沫而说相对没有那么夸张 那么可以说呢 港股也好 A股也好 现在如果说估值的话呢 每股市在高位 但我们的话呢 只是在一个中低位的一个水平 也就是说呢 跌下去的话呢 空间来说相对比较有限 嗯 那么非常感谢 包的分析啊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焦点新闻 首先来看一下一节关于银监会的报道 为了更好的促进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 监管部门里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并将推行一行一测制 银监会上周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 明确将拨复被覆监管要求 应该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在这里了 那么对于最近银行板块的走势呢 应该是偏弱的 今天呢有一点点在 所以这个大事啊 在我之前的时候呢 是有一波拉升在这里了 现在对于整个银行板块 应该是怎么样去部署呢 好那么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政策 那么首先这个政策应该是真的 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 那么第二个呢 这样的一个新闻啊 其实事前啊 这个年前有这个市场方面在传 那么今天呢是终于落地 并且呢之前是没有这些明显 这个比较确实的一个这个数据 那么今天也出来了 那么大概的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银行啊 为了这个防止这个贷款出现问题 需要在他的一个资金里面呢 拿出一部分啊 去做这方面的一个 我们说保护的一个措施 那么以前的话呢 我们说正常的一个要求是150% 那么去年底啊 基本全全个中国的一个银行啊 一个行业呢 是高达这个180啊 这样比较高 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 把这个规定啊放松 幅度多少呢 就是从啊 往下调到这个120 我们说这个波波贝的一个覆盖率 那么贷款的一个波贝 对占比的话呢 也是啊 从以前要求标延的这个2.5%呢 下调到这个1.5% 那么要注意的地方在于说啊 这一次的一个下调呢 是有一个范围啊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而为的就是让这个各大银行啊 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一个政策 那么是针对自己的一个贷款的一个结构啊 去做一个啊处理 那么就现在四大行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平均的一个波贝覆盖率呢 大概是啊150左右 那么现在一个啊调低的话呢 等于说给了他们这个啊 充裕的一个缓冲的一个期间啊 那么这其中呢啊 如果说特别是针对那一些这个之前贷款啊 结果比较良好的银行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就是他们未来这个盈利啊 增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器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啊 啊这个这一则政策是能够利好啊 特别是这个四大行里面的某一些啊 这个结构比较完善的一些银行的一个啊 未来盈利的一个增长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一些小的一些农商行来看的话呢 那么今天这个板块里面涨的比较多啊 这个程度银行呢 呃涨了两个多点 那么主要也是因为他的一个波该波费覆盖率啊 达到了180啊 像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么现在等于说啊政策方面呢 为他带来一点的一个松绑的一个作用 那么说这啊 从这个股市股价来看的话呢 那么也看到说啊 从昨今天开始四大行已经全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买点啊 那么尤其呢是这个中国银行啊 刚好回踩到这个120日线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啊 我觉得是要引起我们啊进一步去啊重视的一个地方 那么另外补充一下这个中金的一份报告啊 对于这个四大行的一个预测 那么他说呢 只要以啊 如果一切前提条件不变的话呢 针对股价啊 中国银行这个A股啊 如果往下再跌五个点的话呢 那么意味着啊未来的一个股息率呢 可以高达这个百分之五 那么这呢比银行的啊 是差不多要比肩这个银行的一个理财产品的一个啊位置 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利好 实际上是利好于银行的一个未来的盈利的一个增长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形成一个买点 我觉得也是啊比较大的一个可能的那么为啊 后面呢也是啊可以关注他重灵关注的一个板块了 嗯那么今天关注到其实像一些四大行 像建行招行工行和农行呢 也是在整个银行板块里表现的偏软的 像工行今天还是收市跌1.06%啊 那么如果错过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买点的话 在之后是否要再下看一线 还是说等它涨回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可以去布局了 那么实际上今天这个四大行的一个表现 还是有所这个有所这个不同的 那么中卫银行是相对比较强势 那么是啊直接第一走高开 那么啊工行和农行的话呢 在尾盘的时候呢啊是出现了 反而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沙啊 但是呢在这个临近收收盘啊 这三分钟的时候呢 又出现了一个上拉的一个节奏 那么这里面呢不排除有些啊 资金呢是出现了一个分歧 那么也跟这两个行呢 本身这个贷款的一个结构啊 的一个不同啊有关 但是呢从这个港股市场上来看的话呢 四大行的一个表现 还是啊都是出现一个普遍的 一个上升的一个啊表现 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时候呢 如果布局进去啊 问题不是不是那么大 因为毕竟这个下行的空间啊 正如刚才中金报告说的是啊 比较有限的 嗯好的 那么对于银行板块来说呢 下行继续下行的空间已经有限了 大家可以寻找低位去进行布局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下一节新闻 是关于这个国产国军工这个板块的 那么C919呢 即将是要投入六架飞机进行试飞了 3月6日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总工程师王维表示 目前C919的全面试飞工作才刚刚展开 其要完成的试验验证项目将超过1000项 中国商飞公司将联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 以山东东营与陕西炎梁两大 试飞机地为主战场 在全国多地展开密集的试飞 那么Mark今天关于这个国防军工啊 大飞机这样的一些消息是比较多 那么除了刚刚讲到这个关于C919之外呢 其实还有另外的像新一代的天地往返器 一个空天飞机呢也是出了消息说是正在研制 那么另外还说我国正在研发能够临近空间构建 空中局域网的利用太阳能的一个这样的无人机 那么我们关注到最近这个国防军工板块呢 已经是涨了非常多了 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是提到说 2018年的国防预算可能还要加增长8.1% 达到11070亿 那么这是否对整个国防军工板块一个长期的利好呢 如果要布局国防军工板块的话 又应该重点关注哪一些个股呢 好那么从这个我们说国防的一个波贝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无非是这个中国现在对这个军队的发展呢 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视 但是呢要考虑的一个地方在于说 现在的一个军工国特别上市的这一些呢 目前还是一个转型的一个阶段 那么也是还在这个成长点的一个起保线上面 还没有开始这个发力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偏这个事件题材驱动为主 那么也看到了很多这个股价也是接近了这个60日线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这现在的一个风格转换形成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对他们来说呢 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再者说一下那个C919这个飞机这个行业 那么现在因为整一个民用航空这个领域呢 都是走一个这个飞机要大型化 减少这个成本 实现这个规模化的一个趋势 那么当前呢 很多都是国外的一些飞机啊 大飞机啊 比如说这个波音啊等等 那么未来呢 这个国产化呢 是要走的一条路 但是从现在的一个情况呢 仍然是需要三到五年的一个时间 那么不排除呢 这里面有一些佼佼者 比如说这个为这个C1919 未来可能提供这个国产发动机的一些公司啊 航发集团下面的 特别是这个航发控制 这样的一些企业呢 可能会在这个集中收购的 这个我们说设备采购的时候 能够有一定的一个规模的一个 逐渐的一个上升 那么当然呢 这些现在还看不到 那么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待 这样的一个采购量的一个 慢慢的一个暴涨 一个涨上来这样子 嗯好的 那么另外呢 再来关注一下 关于这个芯片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啊 那么3月6日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呢 是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1月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呢 是增长22.7% 达到创纪录的376亿美元啊 实现了连续18个月的一个增长 那么如果单看 如果分区看的话 其实中国市场的一个销售额呢 也是有18.3%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率呢 那虽然呢 相对比起美国本土的一个增长 是40%来说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这个两成 接近两成的增长啊 其实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在这里了 是否对我们之后看这个芯片股的话 应该是将它看高一线呢 因为今天呢 其实关注到啊 这个工业互联网板块呢 在尾盘呢 或者说在午后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点回落的状态 那之前也已经涨了很多天了 之后应该是怎么去部署这个板块呢 对芯片股又怎么看呢 好那么芯片股的确最近这个涨幅 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大 那么比如说这个中军啊 我们说止关国性这个公司 已经累涨40% 那么下午的一个情况呢 是出现了一个回落 但是呢这个资金啊 并又没有我说明显的一个流出 那么不排除呢 未来可能还有一个 啊冲高的一个阶段 那么冲高的话呢 就真的是要啊 做一个止盈理查 那么不用担心这样的一个板块 我觉得未来啊 特别是上半年呢 还是有持续的一些机会啊 在那么根据刚才这个 我们说的一个芯片销售规模来看 看的话呢 毫无疑问下这个芯片全球啊 这个行业增速是非常快的 那么一般对于中国的一个行业来说 你能够达到两位数的增长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么未来呢 中国的一个逻辑芯片方面 主要是走的一个国产化 那么在这个一般说对标的一个发达国家 能30%的一个上升的话呢 那么啊国产化的进程啊 大概还有50%以上的空间 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来看的话呢 啊是仍然能够支撑起这个板块的一个 啊中线投资的一个逻辑的 嗯好的 那么如果说对于芯片 股市啊中线投资的话 我们再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周期股啊 因为其实是关注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周期股呢还是处于比较弱势 但是呢盘中呢是有一个直线拉升啊 或者说就是一个非常急速的一个拉升在这里了 那么最后呢 关注到煤炭啊 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涨势 那么对于周期股今天的这一个涨势 马上你是怎么看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实际上今天这个周期股啊 有点说是部分板块上涨 但是联动到了其他板块 从而导致了集体的一个上扬的表现 那么对其中的一个房地产板块 呃还有这个钢铁板块呢 是持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啊 那么呃煤炭板块的上涨 我觉得这个逻辑比较强 那么就是因为最近这个呃 这个煤炭今年的一个去厂能呢 可以说是超乎预期 啊那么昨天说了之后呢 今天有看到很多这个分析啊报告也在这个出来啊 说这方面可能去厂能比较大 那么呃说回这个钢铁方面啊 那么虽然说这个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呢 那么是因为呃现在关于这些啊几个大几个这个厂量比较大的地方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啊传闻啊 有一些就是现在有点迷啊 这个就等于说消息啊 等于说是带病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可能今天出来的一个消息 第二天就会被啊 这个我们说澄清 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较看不懂的一个情况就像呢 最好还是等这些消息啊 落实了之后呢 啊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判断 那么最终最容易的话呢 就是去看啊 钢价现在有走势还有这个文啊 这个钢铁方面的库存情况啊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呃至少啊 这个行情还不是非常的一个 啊强劲的一个逻辑支撑 那么说一下最近这个铝啊 这个行业呢 今天也是实现了一个较好的上涨 那么是率先上涨的一个板块啊 那么从他的一个 供需的逻辑来看的话呢 那么啊去年这个供求方供给方面的一个缩紧啊 的一个阴影还没有走出来 那么只是说啊 很有可能现在这个市场在博博弈啊 这个世界啊 LME的这个铝价呢 会不会形成一个WU底的一个上扬啊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短期要实现呢 啊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 那么暂时呢 是作为一种超跌啊访谈的一个处理 那么消息面的话呢 主要是啊 2017年的一个铝行业 有色行业那么是啊 之前提出了新的一个要求 那么今年呢 就是要往上啊 铝方面的一个需求结构改善啊 从这个需求端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我们是当然期待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啊 从而立好这个铝行业 但是呢 现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 这些数据上呢 还没办法说啊 支撑这样的一个判断 好 那么去追涨的同时呢 需要啊 留意一下这个回杀的一个风险了 嗯 那么对于周期股呢 大家还是先不要盲目追高 先关注一下后置的 后市的这个发展态势 如何再去进行决断 如何去部署了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先很忙 然后到这里 上述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有没有持有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